哎呀!吊吶呀!大壞事!姑娘 麻煩你馬上, 我叫我的皇面婆林水英, 不可以看症,馬上去特地買多點菜, 煮點好東西過我呀! 然後快點,我貼著紙在門口, 說今天已經嚇門,不夠七節提新政的說。 盧侏先生,不夠是對的。 現在外面只有那兩隻曾潘林和曾偉林的大姑娘等著了。 你吃什麼東西呀?快點去搞什麼東西呀! 然後我倒三杯北朝鮮歌, 令人心踩進來呀! 順手請外面兩個大姑娘進來看症! 盧依先生,早晨!我和我姐姐下邊的傢伙都很難! 順手請外面,沒有用怕,去回什麼誰不去找盧郭菲, 在洞館,省城都已經八九七斤。 法蘭西安南,潛羅到頂瓜瓜沒有有臘脫, 你們三百族之馬,就算花樓每道, 我倆比祭神仙帥一樣搞得咸, 你們兩姐妹不相信,我和你們洗完夫找食工之後, 我膽敢親身用六大炮撿回你一致, 那你相信我的神仙帥用得咸! 波姑、拱姑, 那你快點脫衣服、脫衣服、脫衣服, 讓我和你們拘捕它咸! 盧大醫生果然八九七斤, 讓你的神仙帥一倒進去, 馬上不癢癢,又不九七痛, 今晚又可以做生意,真是值得咸! 提鬚啦,幾多銀錢呀! 波姑,雞碎這麼多,濕濕碎啦! 我和你們兩姐妹沒有雞, 隨便你和我寫封禁止信, 讓我貼出來做宣傳邁德羅。 是咸!上次在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 波姑,你拉斗路坑死去你遠閒谷花大會, 未看過我穿着軍裝在薯差影畫戲咸! 拱姑,你在中華民國十四年暑假打十口波過日, 未在西環中星遊水澎湖近看過我幻名跳水咸! 現在出映畫拍足成年紀,成七千多英尺飛林, 終於上得畫啦! 咸!有兩張證券! 盧大醫生,你出反戰物片, 從軍蒙,用兩色衝刃成為彩色顯, 香港放成七卷飛林, 新加坡不給那些香艷肉的男女濫濫濫色鏡頭, 剪剩五本,導演陳軍超真不可說, 連家機的老婆中俠興都給你濫濫濫色鏡頭, 當女主角千金小姐羅姆蘭, 你當男主角張文權。 張文權參軍打仗,輸久了回來, 無故悄悄在樹蔭下便發吐鬥, 新手一家機的深口樹拿出一張美女相, 盼著 desires,懶惰她女的蘿莫蘭, 突然當忍絕香肌子跳煸上樹, vragen香肌皮子 don wreck the earth 臭瓜味大ㄎ! namely Markg bicycle, 叫九七雷 encourage Markg command 驅住一大鳥翅女。 等女兒來,這麼久七七內也不見人家, 便按交交分,蒙建加基胡錦的樹木, 洞還變了敵軍,舉起綠綠綠槍指著她, 嚇到張文權撩下, 原來是女兒拿綠樹枝來掠她耳朵, 問她搞什麼事? 好重傳救她說, 不怪人家說草木皆兵, 張文權聽到語氣, 女兒就捏著吐笑, 兩人群女就很開心地吹嘴, 想到此時,心也沉迷。 再想一晚,女兒在尼巴, 達程馬鈔, 菜為她也調招兼入她口, 怎能知竟向喉嚨咳嗽死那隻佬, 女兒嚇壞藍著來安撫為她, 語情又在。 想到此時, 很難後悔當日不夠聽這女兒說,貿然去重軍。 事關張文權想參軍,這女兒在林漢氏,見她說:「如果打仗是為了對抗外務, 就僅是男人的天職,但為了爭權奪利,和包子相殘殺,就真是該會了。」 張文權拼她嘴說:「吊吶媽媽, 如果被我罵到功成,高官顯著,又不知幾乎八九七乎呢?」 說得得意樣樣,動手動腳,整個殺人樣。 這女兒轉頭無眼看她,以為她會覺悟追回她。 張文權押擊她也不批嬰,以為無行。 吵吶媽媽,老子怎會為了爺女情長,而無批嬰英雄氣概。 好悔起走,這女兒感覺到她走,起身追她, 想著她回頭。 怎能知頭都誤會,這女兒都無她辦法。 張文權逃走出門口,覺得好後悔,走來走去想回入去, 突然見到旁邊一隻臭老公六手耳絲絲然走過來, 矮也想橫刀奪愛,立即吊頭想回入去, 怎能知被刀門撞到額頭,激得走出來說。 這段愛情現在有第三者介入, 就當是嘗嘗一隻臭老婆如何。 想到這樣,心灰異能,怎能知雀屎又跌落她臉上, 張文權生氣爆, 撿一塊石頭頂九個雀巢, 雀巢嚇到飛走了,雀巢就跌落落地, 雀巢就跌落落地,雀巢就跌落地, 張文權撿的氣來看,激起天能地說。 復巢之下無言論,內峽不義,危及國家,奇慘等二, 軍閥真是負國負民。 講完覺得好冷眼睡,睡著了, 蒙見松宇嘉基跳賽羅莫蘭, 被女兒趕她車,灰爆,向西環海疲墜走, 想說學屈原跳海自殺, 這個世界都無其他女兒值得她愛, 但知可否自家基的老母親傷心, 天天站在門口等她回國。 而她女兒有羅姆蘭 更地下婚, 還無法生存在她? 那時浪屠拍案,浪花四錢, 她被浪襟過來,大驚而鮮, 總立在山腳,被滑滑車撞到關低, 醒了時已被女兒裸木蘭攬得重存。 幻想起被女兒拒絕,以為是你真,心風異能, 怎能知見女兒很細心謹慰問, 只知是惡夢,而現在的情人確實在家基身邊。 開心得立即成立,只覺得頭痛, 摸著原來被崩帶包住,還有血痕, 只知道,陷穿了個頭, 一隻鹹豬手插著羅姆蘭的手, 女人嚇到縮海,腦袋著她說:「聽人說你向打仗, 當時聽狗死亡了, 所以我改加了旁邊的老公六壽二。」 講完忙著後面的老公六壽二, 好嫩唔好意思。 張文權聽到之後當堂暈低。 再起身後,女人問搞什麼事? 張文權說:「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無立足之地了。」 女人說:「你老母又怎麽樣呢?」 張文權聽到又不想死,起身上走, 女人兩公婆夾手夾腳阻住她, 找塘車她回歸, 在門口,又怕激烈老母, 不敢進入, 女人吵她,幫她開門, 門開了, 按喬喵仔麗卷, 拖著她弟弟上學。 見到大小回來, 麗卷想進入回歸, 告訴奶奶, 張文權說:「不夠用, 快點帶二少爺回歸, 張文權嫁進入去見老母, 老母驚識她回歸, 又少有欠, 張文權嫁老母驚話:「我不孝, 令老母傷心, 現在只需啦。」 她老母說:「婆娘子只需咩咩, 都未遲, 家裡有田有地, 種菜羊豬, 都夠食過世啦。」 於是又共嘴天倫啦。 有一筆, 麗卷在田道紮菜, 遠遠見到 莫姆蘭的腰仔麗香插著封信, 問她落泥裝裝, 原來是莫姆蘭給張文權的情信, 立刻打爛個操情, 都不知為何, 好夠不開心, 當時張文權在樹間緊田, 聽見腳步聲抬頭看下, 見莫姆蘭的封信過她, 自從聽聞說, 你這傢伙在戰場上, 冰狗死亡了, 我姑父母依, 只應承嫁給這傢伙綠手藝, 我一想起我們之前這麼煙, 就好嫩心痛。 我希望你可以打破階級觀念, 轉愛禮娟。 我知道這傢伙其實好嫩喜歡你, 如果這樣就面面俱全, 而我亦可以誤勢有父情之歉。 張文權看了許多賣, 想回起家機, 和老母說不以拜虛從軍過市, 麗娟在大廳打掃, 又懷睡急, 持玉尼其行, 又不敢說, 跳喉當然喜歡她。 此事心提羅姆蘭之嘈, 更念卻五幾五人, 故不覺為之妻創不宜。 有一筆, 張文權見到麗娟 握著欄杆看豬, 封鬚到死。 走去瞭她, 回眸一笑, 轉身就走, 追她去到橋邊樹下, 說上吊她, 實行打破階級觀念, 要娶她回去吊, 大團圓結局。 她們結婚迎親一天, 麗娟坐在花轎被人抬過, 當時和老公離婚走去做了師姑的羅莫蘭, 和她的花轎迎頭擦身而過。 坐下。